各位委员 我发言的题目是 我是教民 更是公民 改革开放以来 天山南北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道 一餐一饭 人民住房 大致公路水利 铁路民航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新疆发展变化是令人惊喜的 更是来之不易的 作为最基层的宗教人士 我想说 我是中国公民 我以此为荣 同时 我也想告诉 身边的新教群众 教民 首先是公民 我国宪法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的人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中国穆斯林 首先是中国公民 是否做教民 个人完全有选择的自由 绝无强迫 但绝对不存在 不是公民的教民 是中国公民 就要遵守中国的宪法 法律 任何公民都享有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 也要履行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作为公民 遵守宪法法律 是基本义务 不论什么民族 也不论是否信教 绝不允许 有法外之地 法外之人 法外之教 是中国公民 就应当学好用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 是世界公认的 五大语种之一 是联合国工作用语 使用人数超过英语 世界第一 现在祖国强大了 世界各地出现了 中文热 我对此感到自豪和骄傲